空军司令雷玉琦被爆料 说上任的第一天就找了风水师到办公室来瞧风水 在刚刚空军司令部的政战主任陈哲雄证实 的确他上任当天有见过一位风水师 不过强调其实呢 办公室的这个桌椅的搬动和风水无关 司令上任的第一天 白天把事情忙完以后 晚上九点多 是有来接待他认识的这一位朋友 大家聊一聊大概聊了十几分钟这样子 司令上任以后 他办公桌椅还有沙发 这些都是承袭以往的司令 或者之前的总司令所留下来的 那如果一个主官上任 他把这个办公桌椅 他觉得把它调整为这个光线竹 空气流通啊 自己觉得最顺畅的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嘛 所以没有说像这个爆料者所讲的 这个明星风水